那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智慧机啊 就是中国大陆 我们刚刚把镜头拉到华为 华为的话呢 在最近的这个今年的前两周 击败美国的苹果手机 它的这个智慧手机的销售量 有一阵子穿到第一名 那华为最重要的是它的 除了它的功能以外 它有品牌的忠诚度 还有它的这个操作系统 鸿蒙操作系统 事实上也是它成功的这个因素 那整个的高端智慧手机的这个增长 就是说2023年 它的增长到达27% 那我们看到这个华为 去年第四季华为的手机出货 超过一千万只 较2022年增加了47% 这个是非常非常47% 就回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第四名 那它的这个Mate60的手机 它就自言这个麒麟晶片 这麒麟晶片当然不是 那个最强的这个奔腾晶片 但是也也也相当的厉害 这是中兴国际帮它这个代工的 那华为呢就是正在卷土重来 它的手机这个也会复 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资料中心 还有它的云端 这个是还有它切入电动车 这几个都是关键字 也难怪黄仁勋 把华为当作强烈的竞争对手 而是第一天呐 那么多小节目 还有仅仅 那我们就看下来 那我们就看下来